其實運研所它作為我們國家運輸研究的一個常設的研究機構 你們至少有一個角色要扮演的很好 就是我們國家對於運輸研究所長期累積的研究成果 你們至少扮演一個資料庫的功能 這個我們在網站有關制裁前建的一個資料庫在那邊 你們弄了一個資料庫 我要去看你們那個資料庫 我還得要去翻去 你至少讓人家查閱得到之外 你有沒有辦法讓人家檢索體系 你有沒有檢索體系 你有沒有統計體系 還是說我反正做了什麼我就放上去什麼 這個檢索這一塊我們11月6號會公佈 你看嘛 這個就是整個來講 11月6號才要公佈嗎 對 有 我們一直有在處理 阿南運輸所存在多久了 到現在才11月6號要公佈 這種官網那麼落差 難怪人家覺得你們運援所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 你看看你們的官網多麼落差 我進去要看你們的施政計畫 你們的施政計畫 還停留在100年 民國100年的施政計畫 今年幾年 你看看你們的運輸安全資料 這個最扯 這個東西就是平常人家查閱最需要的資料 那運援所會讓人家最信賴 因為你是研究所 你是運輸研究所 我們在其他的地方查得到 我們在公路總局或許查得到這些資料 我們在衛福部查得到這些資料 連這種統計 因為那個警政署的資料是到101年 我們那個就是 來源是警政署的資料 還要有理由 還要有理由 那你叫什麼運輸研究所 你要領導警政署的資料還是警政署 你要催促領警政署的資料 還是你就跟在警政署的資料後面 我想這個委員只要我們監號改進 今年103年了 我調資料都可以調到102年 還可以調到上個月的數字 我就不相信說你們國家的官網 會落後兩年 你在這裡還要把它當理由 主題研究總共才50筆 這絕對不是你們真正的 可以讓人家好好的去查索的資料嘛 對不對 那研究專題呢 你知道你研究專題的第一筆 也是2001年 然後再看看你們的多媒體影音專區 我看這20年前的影片吧 看一下你們的施政計畫 你們民國99年的施政計畫 至少我的施政計畫還零零傻傻 看起來我算它正常好了 可是你看 100年變這麼少 然後呢 101 102 來 你看 越來越陽春 施政計畫到現在看 104年施政計畫 你可以說我的施政計畫 103年施政計畫 因為還沒有決算 不會把我們預算通過那麼久了 對不對 我是希望你們運援所要知道 懂得把你們的研究成果公諸於世 而且要讓人家可以應用 到達可以應用 我想謝謝委員的指教